好,请问一下,那这一张大专生金融就业工艺专班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重点,你看这几个字是不是在这边 大专生金融就业工艺专班,可以吗?请问一下 这么多的字,什么是重点文字? 就是大专生金融就业工艺专班,因为它有引号 好了,不过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简报 我们等一下图解式简报,就是要做这几个重点 第一,我会请问你,重点在哪里?举例来说,请问你 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中文字,如果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在最前面,就是在最后面 所以这个重点是不是在10层? 而且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数字? 那我们就要把重点图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专业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去介绍一个这个网站 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模板,那这一套抛矿条软体 它也有模板,好,我们来看 这个档案,请问一下,我刚刚要做的是什么简报 我刚刚那一份应该是属于教育训练的简报 对不对?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一打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它就有类似的模板 好,举例来说好了,这个是学校设计 这个是简报封面,这是高中简报 好,那我们点它,建立 你看,人家至少做出来的简报 有没有都是字?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简报也都不要都是字 而应该是要长得有点像它这个样子 请问,至少这种比都是字的简报来的专业 对不对?刚刚这种简报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简报 假如我们今天把刚刚这个什么圆起 圆起,这边好像感觉就是放到这边 然后这边是不是要放一张图片 这样了解?这样是不是就会比较好看 然后它就感觉像长成这个,这边都是字 什么圆起,然后一堆字,然后这边一张图片 是不是整个这样看起来 至少会觉得比都是字来的好看 那我们来看比较接近我们可能需要的 所以要麻烦请你们来去点这个 这个Chrome浏览器 我们来看这个Chrome浏览器 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多模板 刚刚你看到那个高中简报 那就是一个模板 那我要介绍这个网站 它有非常多的模板提供给你们 那你们也可以先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好 这个网站叫做风模板 来,请各位可以输入 风 应该叫风简报才对 风简报 这个天天风PPT模板下载 可是我只想说先介绍这个商业模板 你看这商业模板里 这边可以看到12345678910 10套 重点是怎么下载 假设我今天我要下载这一个 招商的商业计划书 好,我就点它 然后它就会秀给你看 这个是它的封面页 你可以看到第一页 第二页第三页 好,再来这是封面 然后这是它的目录页 对,再来下载在这里 这个 它告诉你说 计划书简报如何下载 进入下载点选 下方红色框的PPT下载 好,有看到这件事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有没有看到就在这里 好,点它整套这个模板 你就下载下来了 可以了解吗 好,那我的范例呢 先来先把所有的视窗 就是用不到视窗关掉 好,请重新打开 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我的范例讲义写在那边 就是我的范例 刚刚是不是有跟他们讲 在这里 HTTPS 写线写线 GOO.GL 写线YTZ RXT 复制 然后接下来 在Chrome浏览器这边 麻烦请你输入 因为我给你的是HTTPS 就请你照导 在Chrome浏览器里面 请导 HTTPS 写线 GOO.GL 斜线YTZ RXT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范例下载 好,那麻烦请点这个往下的箭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下载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解压缩 这些视窗都可以关掉了 好,我现在去做解压缩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下载 好,滑鼠右键 点这个范例 然后请点7Z 然后请点解压缩至尺 好了,那请问一下你的下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范例 有吗?范例里面是不是有四个资料夹 请看一下高楼大厦里面有一个什么PPT模板 还有商业剪,商业计划里面也有一个 绿能简报有一个 然后简洁大方简报有一个 可以哦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哦 就是说如何去应用这些模板 首先麻烦请点这个简报 请点选我们自己的这份简报 我们先来做这个跟时间最有关系的这一页好了 这一页 我们就先来讲这一页 请问这一页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不是时辰 好,为了上课方便 我先把时辰两字标为红色 请问一下哦 这张投影片最重要的重点就在介绍这些时辰 我们先做一件事 把这一句话的重点 最多只能标出两个 最多最多二到四个字 所以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里的重点是不是报名两个字 各校办理招生公告并受理报名 好,所以我们先把它标红色 再来复审就是检查他的资格 请标为红色 再来符合资格之学员名单提专案小组会议确认 好吧,那这个应该是那个确认 确认就是复审确认 资格确认应该是资格确认 再来就是公告当年度符合资格 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公告了 他要公告出去有多少的学员名单 他是符合的 再来开训 他9月开训 好,1,2,3,4,5 好,我觉得5个就够了 好,你有没有发现 4到5月做什么 6月做什么 7月做什么 7月8月做什么 9月做什么 对不对 这个简报内容 我们重点是全部都掌握了 对不对 重点我都把它标红色字 代表都掌握住了 可是请问他到底要用什么模板 我们现在就要去挑了 这一个文件 高楼大象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找一个 找一个可以作为实陈安排的一个简报模板 你觉得这张合不合适 应该蛮适合的 对不对 因为他有时间轴 好,请回到刚刚这一份简报 然后我是不是要使用高楼大象的那一份简报模板 好,所以请你点常用新投影片的重复使用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点上去之后 麻烦请透过这个浏览来去找 好,请点浏览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的范例1 所以请点下载范例1 范例的高楼大象的这一个简报 好,打开,开启它 我们的投影片我要的是在第20页 可是先不要点它,请你保留来源格式 这个一定要打勾 好了,来麻烦请点选 麻烦请点选这个投影片20 就是这个保留来源设定一定要先打勾 然后投影片20顶一下 好,接下来我看这边有12345 刚好五个 刚好五个 好,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办理实程 麻烦请把办理实程四个字复制 然后贴到这里 请输入您的标题 滑鼠右键 是用这个 只保留文字 就是很单纯开始做复制贴上文 换成你的文字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报名 报名是4月初到5月底 可以吗 好,等一下我再讲那个时间 报名 报名 复制 这个 这个 滑鼠右键 贴上 报名 就是那边复制这边 只保留文字的贴上 然后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2010 这就要写4月初了 例如说 4月1日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复审 一样复制 那复审是什么 6月1日 6月1日 所以这个应该叫 改成6月1日 好,然后接下来这是资格确认好 我们自己打字好了 资格确认 然后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 这个时间是 7月 7月 7月中价值 大概是7月20 7月20日 7月20日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是公告 公告 公告 公告符合资格的学员名单 公告 通过审核的名单 就是录取名单 对吧 可以了解哦 好,所以我这边我就直接改成录取 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我应该放在什么 7月底到8月20日 那就是7月31日 7月31日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讯 开讯 好,这是9月1日 不过我比较请向建议你们不要输入这样子的文字 不要输入这样子的文字 最好在图上面写4斜线1